谢霆锋的补偿,张柏芝很高兴,心里都乐开花了。 最近,据有网友爆料,谢霆锋在风卫发表会上酒后吐真言。 他曾表示之前一直都在忙于工作,也是因为工作忙的原因没能马上回家看孩子们。 自己的内心其实早就已经很想念几个儿子了,这些年以来真的很抱歉,没有照顾好柏芝和儿子们。 谢霆锋愧疚地说道,自从父亲把自己赶出来的那一天,我一直都在忙于拼搏自己的事业。 就在前天,几个孩子和我说的话,听得我热泪盈眶,我有这么懂事的乖巧好儿子,我却没有好好珍惜。 柏芝这些年,你独自一个人带着我们的几个儿子真的太辛苦了,你把几个儿子养育得这么乖巧懂事, 柏芝就让我来照顾你和儿子们的余生吧,我不想再离开你和孩子,就当是我这个做丈夫的对你的补偿,好吗? 我们的事情在网络上也一直都被传得沸沸扬扬。 很多粉丝网友们都希望我们俩能够和好,给几个儿子一个完整幸福的家。 柏芝请给我一次机会,让我好好地弥补你们,好好地照顾我们这个家,好好地照顾你和我们的儿子们,好吗? 我想弥补我对你的爱。 柏芝,如果你能答应我的请求,我会好好地照顾你和孩子。 柏芝,答应我好吗? 看到谢霆锋的醒悟,看来张柏芝才是最后的赢家。 据说张柏芝高兴地对着王菲说道,真的很感谢你这些年帮我照顾霆锋。 因为有你的出现,我就不需要抽出时间来照顾霆锋,才能全心全意地照顾我的几个儿子。 所以现在霆锋要回归家庭了,你也该走了。 如今我和霆锋的几个孩子都长大了,现在的我也比较有时间了。 所以呢,也请你像我当年一样爽快地把霆锋还给我。 张柏芝的这番话,王菲也只好默默地选择离开,这结局也太大快人心了吧。 看到这你们也愿意支持张柏芝这么做吗? 欢迎留言评论探讨,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哟。